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什麼新的教作呢? 這裡有幾宗有趣的東西都可以跟大家說 也挺有前瞻性的 我們一直介紹那些什麼Starship SpaceX那些Starship去起飛 我們有講一下最新的技術 但是其實現在就有一些現有的技術在測試 但是未來比較前瞻性的太空計劃可以怎樣去玩呢? 還有要注意什麼地球上發生的事 來我們更加能夠精確掌握太空任務呢? 有幾個在這個星期出現的消息 我也可以在這一節跟大家講一下 太空總署裡面去想的太空計劃 當然就不只是在想我們目前的東西 很多時候在想一些很未來的東西 我從剛剛這個SpaceX的Starship那裡試射那裡 作為例子開始講起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呢? 剛剛那次試射呢? 雖然最後又是爆了又跌下來 但是其中有個過程呢? 我覺得是很厲害很重要的 就是他們接下來想玩一種東西叫什麼呢? 就是火箭在離開了地球的地面之後 它在環繞著地球的軌道 還沒有離開過地球 在環繞著地球的軌道上的時候 它再做一次空中的加油 去補一補油 令它可以繼續再飛的時候飛遠一點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由地面飛上去太空的軌道上面 是會用了很多燃料的 如果你能夠在令火箭 它一路繼續圍繞著地球轉的時候 當然它的軌道就是要夠高 從而令它不會自己跌下來 但是也不要離得太遠 它不要離開了一路遠離地地球 它維持著在一個好像人造衛星的狀態 就是不停地圍繞著地球轉 你不需要給燃料 它都繼續hold住了那個高度的位置 在那個位置那裡做空中加油 就是這一種叫做太空中加油的過程 於是它由那個軌道再出發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可以補償它 由地面上到軌道中間那段的能源消耗 於是那個火箭就可以攜帶更加多的燃料 去做更加複雜更加遙遠的任務 這個其實想起來就很合理 現在地面上的戰機我可以空中加油 現在我們天空上的火箭我一樣可以做太空中加油 現在就在說未來那種技術要去到這樣去玩 所以原來SpaceX在剛剛這次試射 已經是為了這種想法去做準備的 原來不止了 現在有一個想法還要提出就是說 我們不單止做到在這個人造衛星軌道上面的加油 而且我還要在一個比較特定的叫做同步衛星軌道上面做加油 同步衛星軌道它會離開地球更加遠的 如果我懂得計算那條數目 大約是六七倍地球半徑的距離 就是離地面 那就是同步衛星的位置 同步衛星的位置好處是什麼呢? 整個那個太空中加油的過程 你直接在地面上望上去就是那個位置了 就是說它整個那個停留的位置 和那個加油的過程發生 完全就在你的頭殼頂 望上去那個位置那裡發生 於是你使得那個遙遠控制的任務 能夠做得更加好 這件事情只是概念上而已 但是就是還沒發生的 所以你會看到未來 我們在想就是在玩的一件事就是 那個火箭首先會嘗試 在那個很近地面的人 做衛星軌道上面去做太空中加油 然後再長遠來說 我們就會在不同的軌道上加油 而似乎現在我們計劃之中 那個令到那個任務 安全系數完成度最高的 就將它放在同步衛星系統 同步衛星軌道上面那裡做太空中加油 於是又令到我們可以飛得更加遠 這種空中加油概念 你會發覺將會越來越遠了 就是其中一件事 那你說這個是不是主要給衛星用 還是還是 在將來我們譬如有一個火箭 我們想射遠一點的 我們在太空上面再加油讓它射遠一點 是不是這個這樣的想法呢 其實就不是給衛星用的 就完全就是給火箭用的 就是當你譬如說要去飛去一些更加遠的地方 那可能在說你想再快一些可以去到火星 或者去其他的太空站 你可以更加快捷去那裡 你可以多一個選擇去考慮 那所以呢你會看到呢 雖然你說那個國際太空站就快要倒下倒下了 OK 中國也都在擺它的太空站上去 已經砌得越來越大塊了 但是基本上美國也好 和歐洲也好 已經是有了概念下一代的太空站是怎樣去擺的 當然那種比較近地軌道的太空站會去擺 OK 那會不會需要擺對同步衛星軌道那裡遠一點呢 這個不知道 但是很有趣的美國太空總署竟然有位女性的科學家 去給了一個我都覺得挺正的招 就是說我們不如建一個圍繞著月亮的月亮太空站 那你會看到就是我們不是降落在月球的表面那裡做太空站 我們將這個太空站放在月亮旁邊 就是說月亮外面有多個衛星軌圍繞著去轉 那台長你覺得這個想法是玩東西多啊 還是前衛的成份比較多呢 很厲害咯 但是它寫出來的動機就是因為這個是女性 但是我們覺得不需要特意去看它是不是女性 但是我們之前我們有提過嘛 現在很多國家都爭相在月球那裡建一個永久的基地 我覺得整件事就是要在這個背景上去看 就是說當你在月球發展這麼多東西的時候 那在月球裝了一個人做衛星 或者裝一個好像星星軌圍這樣的一個物體 這個為奇不遠啊 其實是的 其實你正在講的就是說呢 這個用途第一時間在想什麼呢 你如果想在月亮上面做個基地 那你就直接把那間房子在月亮上面 但是不要忘記啊 這個基地是要同時間和地球保持一個緊密的聯繫的 你不可以說它那一陣子剛好比較背著那個 就是它周圍的那些雷達天線 背著了不是指向地球 那我就收不到信號 又不可以是這樣 有什麼方法可以更加確保到 在月亮上面可以和地面有一個穩定的通訊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手法就是什麼呢 就是真的要擺一個穩定的基地 一個圍繞著月亮去轉 甚至乎不止一個 就好像我們地球那樣 我們整個GPS系統有20多個人做衛星在那裡 北斗那些系統也有很多的衛星在那裡 就是有一堆這樣的衛星在那裡 才可以令到我們覆蓋了整個地球 令到地球上面任意的幾點都可以很容易去做通訊 如果你想令到我們地球上面任意的幾點 和月亮上面任意的幾點都可以全天候做通訊 其中一個最保險的辦法就是 無論在地球外面還是在月球外面 都有它的衛星在那裡 甚至乎有它的一個太空站在那裡 那個太空站本身可以再讓人進去做事不止 也都有這個衛星的功能也都在那裡 所以我會說建太空站這件事情 不一定只是需要放在地球外面的 你月亮外面也都需要 其實你說如果再前瞻性一點的需要 也都需要放在一個月球外的太空站那裡 甚至乎有一些任務可能最後 你不需要真的降落在月亮那裡 你只需要停留在月亮太空站 然後再可以進發到下一步 也都有它的需要 因為剛才我們這一節開始時是說的 你要克服任何的重力去上一個軌 去飛去第二處的時候 你都需要給燃料的 就是說如果你辛辛苦苦 離開了地球的引力 你又下了月亮 你又要再辛辛苦苦離開月亮引力 再下一站的時候 中間你要逃離任何引力 就要消耗燃料的了 但是如果你想多一個選擇 令到它可以省些燃料 其中一個方法你就想了 我就不需要真的降落在表面那裡 我就停留在外面一個軌道那裡 令到我可以穩定地鎖在一個位置上 會不會都是一個選擇呢 其實我就是覺得這個 在月亮上面放在太空站 就是其中一個我覺得都叫做幾聰明的一個辦法 似乎可以想到就是幫我們省到燃料的一個辦法 但是另一樣東西就是 如果譬如說我們在月球上面要做些事情 或者我們想和月球的時間呢 我們需要另外建一個制度或者一個框架 還是我們講月球的事情 其實我們可以用地球的時間計去講一下那樣東西 是的 其實我們好像幾個月前有提過這個題目 但是今天值得提一次就是 的確是 隨著我們在月亮上面插旗越來越多 我們是需要定義一個月球標準時間 而你需要有這個月球標準時間 也都回應剛才了 你就最好有一個月球自己的定位系統 也就是說你需要有些東西是不停地圍繞著月球轉的 可以是一個月球太空站 或者可以是一堆這些圍繞著月球轉的月球人造衛星 那你有了這套東西在那裡 其實就可以幫你去定義一個真是月亮的GPS系統了 那這個月亮GPS系統不只是幫你定空間座標 是幫你定時間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月球基地 加上這個支援月球通訊的系統 還有這個標準地去量度時間 量度空間的整套這套東西 你發覺這套系統是一堆東西來的 所以不要只是說放一個基地在月亮旁邊 不是一件這麼簡單的事情 到你去到你要很準確地去定這個月球的時間 和定它的方位座標 你會發覺這些東西竟然都有參與在那裡 但是為什麼那個時間的準確性這麼重要呢? 這樣的 你可以說那個 只是那個飛行安全先 從這裡所說 你究竟去到哪個位置去做哪個動作 你是最後決定到 你能不能夠入到那個軌道 那些這樣的精確度會在那裡 還有你去做一些天外的測量 那你要度一個距離 度得很精準 那你一定是和這些度時間的東西有關 因為有了時間有了光速 我就可以度距離 所以你時間度得準 光速我也都可以度得很準的 那你就可以引伸到令到你度距離都度得很準 那譬如說 將來有些天文的觀測 我需要放在一個太空那裡去度的 其中一個我們先前有提的 我們想放一個 現在歐洲準備的計劃好 就是放一個叫LISA那個東西 就是一個在太空的空間 一個激光的干涉儀器 就用來專門捕捉重力波 那如果你能夠將這些時間和距離都度得準 那令到你整個那個去接收宇宙信號的精準度 也都提高很多 那所以對於那種天文的觀測 和你去管理整個太空任務來講 那個精準的時間是有它的需要在那裡了 但是月球那個的重力 那個貿引力是比地球輕很多 是的 是的 這個有沒有影響它那個時間的概念? 有 因為那個重力 有一個叫重力紅而效應 這個重力紅而效應越強的地方 就令到它這個 在那個主體星的地面 和它外面的太空空間 那個時間差距就會很大 就是如果大家還記得很久之前 有那套叫Interstellar那套電影 你在那個黑洞周旁邊 旁邊撒一撒過不要掉下去 因為那個引力非常大的關係 令到它裡面的時間 流走速度就慢了很多 於是乎外面等了很久 你裡面都只是過了半個小時而已 這樣 所以這一種這樣的相對論效應 給出來就是令到我們去校準 這些這樣的就是將那個月亮表面時間 和那個月亮外圍的人造衛星時間 你要做一個相對論的校準 另外就是我們地球的GPS系統那個時間 和那個地球表面的時間 也都需要考慮那個相對論效應 才能夠大家去教得準 就是有了這些東西 就是你大家都去掌握了這些資訊的時候 拿到整個太空的通訊 究竟你這件事是幾時幾分發生呢? 就才會變得有一個可以比較的標準在這裏 換言之現在我們講的 現在我們這個時間是4月3日的走6時半 我們不可以用同一個概念去講月球 我們要建立了一個標準的系統之後 我們才可以做這個比較 就是因為原則上你可以說的 上面的東西發生的時間流走的速度 跟我們是有不同的 這個就是這個客觀科學事實來的 整件事引申到就是我們地球上面量度時間 我們量度地球轉得快不快 就是有沒有轉得快慢了 令到我們去定時也都需要擔心了 就是我們的地球你也都知道 總體上來說轉的速度就差不多 但是你看這個時間尺度夠長 其實地球的轉速不穩定的 你說這個14億年前的地球 一天只有19小時而已 不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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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睡也都不夠用 然後未來來講 你可以計算一條數很粗疏地 再過多10億年的時間 一天是二十幾個小時 可能在說二十七、八個小時 我以前有提過的就是 其實最主要的效應就是來自什麼呢 就是來自那個地球有一陣水去包住 你這個地球 這個這麼凹凸不平的這件事 在水這件都是有一點點黏制性的 這件事中間去轉的時候 其實就是有摩擦力的 所以其實就是這個 由月亮牽引著地球上面的水 給出來那種 令到牽引著的水 令到它施加在地球上面轉動 有個摩擦在那裡 其實就是這個摩擦 就不停地消耗著地球那個轉動的能量 所以地球會轉得越來越慢 但是現在其實我們發覺人類有些活動 可能將這個效應再添加一些 就是其中一件事就是全球暖化 你全球暖化令到南北極的冰溶了 令到多些固體變成液體 那些液體就會散去地球的腰 令到地球的腰肥了 OK 就更加橢圓了 它肥了的時候 就好像你自己去流冰那裡轉 你把手放開的時候就轉慢了 所以其實就是那個全球暖化 客觀的效果令到地球是 又會轉得慢一些 所以有人就說是不是應該要在適當的時候 加多一個潤廟 就把這個地球全球暖化的效應 放了下去呢 所以你會發覺原來 地球人那個活動令到全球暖化 客觀的效果就是叫做阻著地球轉 就真的轉慢了 轉慢了好一些 大家時間夠用一些 多用一些 是啊 但是長遠來講 你會發覺有個危險 就是現在我今年就感受到 3月已經過30度了 真的 嘩,好燙熱啊 神經病啊 真的 你說如果我有生之年 看到香港可以 4月有40度 那真是大家的利是 真的 真的 這些真的 所以要有40度 那時候都 剛剛人家住了 成一個疑問 不錯 不錯 這次有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 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那整幾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就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叫做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 紀圖 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 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 神秘的夜 會講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些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這裡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追假的節目 就忘記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 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如果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企圖 對不起